加拿大央行明天就會公布 第四次的議息結果 外界非常關注 今次利率會不會下調 而面對按揭貸款即將到期的市民 現在究竟是選擇浮動 還是固定利率比較好呢 記者詹善雲就跟貸款經紀了解過 按揭貸款的專家賈安迪指出 不少客戶都非常關注央行的動態 因為不少人都面對住房屋貸款到期日 眼看著利率從一兩年前的0.99 大幅約升至現在的4點多里 憂慮會影響到流動資金 感受到不少壓力 賈安迪指出 固定和浮動利率的分別 在於靈活性的差別 固定利率是跟加拿大債券掛勾 不受市場波動影響 因此毀約金也較高 但浮動利率是守央行的最優惠利率影響 毀約金較低 適合想短期套現物業的擁有人 在目前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下 轉角都建議民眾選擇短期的固定利率 來做借貸 大部分客戶還會當下可能會選擇短期固定 但一部分原因也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現在短期固定 會比浮動低一些 但如果客戶相對對未來的 就剛說他需要這個浮動的靈活性 或者說他非常看好 這個利息很快速的下滑 那他才會選浮動 但普遍大部分的客戶 現在當下我們還是建議 會選一個短期的 低一點的固定 先保證現在的現金流 賈安迪預測 高息口將不會維持太久 根據以往的習慣 央行會逐步輕微地下調利率 要重回健康合理的利率 預計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OMNI News記者 尖線環報道